表单设计 如果你要变更这个有关字型、字体等等 其实它比较不好找的地方就是它在属性 属性的这个属性视窗里面的缝 它的位置是在那个右边这边一个三点点这边 如果你要字要放大缩小的话 可以从这边做大小的变更 那如果你要做那个字型 比如说你不要心系民体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去选取比如说正黑体 假设我要选这个的话 那一样我选微软正黑体按确定 它就变微软正黑体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会讲一下 它那个有个地方就是说它的对齐方式 如果你要变更 比如说它现在靠左 那同学常问的就是那个能不能把它置中 那这边大概有啦 它有个Test Align Align的话就是对齐方式 那你可以比如说预设是Labs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Center 这样也可以啦 OK 不过最好是统一一下 如果你要全部靠左 就全部靠左 全部靠右 就全部靠右 OK 应该是这个地方 的 是 有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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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说 左下角那个 谷性四方的那种方块 它的自己方做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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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理论上它这上面的字大小 我印象中是没办法变更的 你说字太小的对 它这里面字好像印象中是固定的 我看工具选项 选项里面的那个撰写风格好像也只能设 编辑器里面好像没有那种可以设定的地方哦 好 印象中是这样的 而且这边我比较少去变它的字的大小 印象中是没办法变哦 哦 OK 好 那这样OK吗 哦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 把刚刚的那个部分完成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 第一个就是先把 这个表单先设计好 如果你将来希望能够把那个Excel 当成一个简单的资料库 并且具有输入界面的话 可以把它当一个电子表单 可以做输入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一 先把你的这个 需要输入的栏位 所以当然第一个栏 你可能也要先把那个Excel 先做出类似像你需要栏位 然后上面一定是栏位名称 底下就是你要放的资料 大概是这样 有点像资料库的 主要有名字叫正规化 就是尽量就是要符合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对应到的这个 这个你要输入的前面四个栏位 1234那把这个栏位名称前面用 所谓的那个这个叫标签 前面标签只是好看 让人家知道说后面要输入什么 那第一个就是姓名 第二个的话就是答案考核 那我刚刚用复制标签 所以我把这个Ctrl C 然后切到这边 把它贴到那个Caption 这边把它贴上Ctrl V Enter 好这个就答案考核 然后 1234其他也是一样 复制 贴到哪一个贴到Caption 那我印象中这边属性是没办法变更字大小 那当然这个 再找找看吧 如果有的话再跟各位说一下 这个应该我印象中是不行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设定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把它启动 不过启动的话现在没办法walk 如果说呢 因为启动的话 你如果只能从这边启动的话太麻烦了 以后如果说你希望让别人可以输入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要在这边多一个启动表单 然后当我启动表单 我可以把这个表单给叫出来 所以如果要设计一个像这样的按钮 该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一样 如果你要做一个按钮的话 一先在这个 video base点一下 二还记得吧 如果按钮的话要写个sub 写在哪里写在模组 模组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在这边写一个叫sub 写在最下面好了 sub 空一格 然后这个叫启动表单 ok 然后直接enter 好 那这个表单 其实目前这个按钮不存在 不过等一下我们再把它加上去 然后这个里面要做什么 就是把这个visual basic里面的 这个东西 它名称 那如果你没有修改它的名字的话 名字在这里 它就叫user font1 可是如果说你假设 刚刚有重新增加不同的表单名称 或者修改名字的话 那它可能就不叫user font1 那因为我这边叫user font1 所以我把这个名称复制 或者直接在这边打也可以 直接把它贴上好了 user font1 就是它 秀出来的话 那前面这个是一个物件名称 有点像一个名词 点的话后面一个动作 叫秀 秀出来 所以你点 然后打一个秀 这样就ok了 user font1 点秀 特别说这个名称的话 是根据这边而来的 所以你这边名称 如果不叫这个名称 可能你可能有第二个叫user font2 或user font3 那你名称就把它改一下 那秀的话就把它显示出来 那我们执行它 你会发现它启动起来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说要把刚刚的这个sub 变成一个按钮的话 那我直接拿这个按钮 把它按右键复制好了 拿这个贴到底下 贴到底下做什么呢 把它往上移 做修改好了 按右键 那为什么不直接插入一个新按钮 因为如果再插入一个按钮的话 可能会跟上面的按钮不一样大小 所以我的习惯是 复制这个贴过来比较快 然后呢 只是说呢 我要重新指定 按右键 重新指定它 它的那个 点它之后连接到哪一个sub 就是叫做启动表单 上面的名称也改 所以把这个上面的名称复制起来 按确定 然后呢 直接点选这个按钮上面的这几个字 delete掉 贴上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启动表单了 OK 好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我们这个表单部分呢 就完成了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想要说 关掉怎么关 直接这边有个叉叉 关掉 启动表单 关掉 OK 那我们就完成第一个动作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这个表单先 先做出来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切到那个模组里面 输入那个sub 然后把这个表单 点show出来 OK 这第一个 不过呢 可能后来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 可是每一次如果要 启动那个表单 还要按一下 很麻烦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就是不需要按按钮 最好是能够 当Excel打开的时候 那这个表单就自动打开 那会更好 不过呢 要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要不按按钮 而能够启动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要思考一个点 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 Excel启动的时候 那 这个表单也跟着启动 欸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办得到呢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是当然可以啦 只是说VBA里面要怎么写 那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在那个VBA里面有个物件 叫做什么 List Workbook List指的是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Excel档 那Workbook是工作部 工作部指的 所以啊 List Workbook指的就是这个 这个档案怎么样 所以哦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List Workbook 点开来 那它有点像一个事件驱动的概念 就是 当这个 工作部 就是它 怎么样呢 发生什么事 就是 一般里面你可以点 点到的话就是 当这一个工作部 就指的是它 当这个工作部怎么样 当它后面是一个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事件 当它打开的时候 所以它刚好预设就打开 做什么事情 请你写在下面 所以哦 如果你要把那个表单 打开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什么 就是 把那个表单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 但你如果偷懒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名称一样复制 那或者你直接打上去也可以 List Workbook 当这个表单 当这个工作部打开的时候 然后呢 你就直接帮我把什么 把它给秀出来 OK 那意思说 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顺便就帮我把它打开 我们来试试看 是不是能够 最后记得把它储存档案 因为它是旧的格式 所以直接存档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关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会把这个打开了 OK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 以后如果要让别人输入的话 你就跟他讲说 你什么事都不要做 你打开就好了 它就可以自动 就把表单启动起来 那如果你不小心关掉也没关系 旁边有个按钮就是启动表单 也可以把它打开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相对 比较没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如何做启动表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刚这个工作部打开的时候 this workbook workbook open 写在这里 ok 试试看 好